中国古代的算命方法有很多种 而其中有一种 竟然只需要使用一个算盘和12本书 就能够把一个人的命运 甚至是六亲都能够推算的一清二楚 也因为使用这种方法 算出来了命运结果像铁一般的真实 所以民间把它叫做铁板神术 这种批命术 能够准确地算出一个人一生的运程 寿命长短 甚至连父母 配偶 兄弟姊妹和子女等六亲的生肖和缘分 都能够精准地算出 据说真正懂得铁板神术的人 全球不能超过五个人 所谓梅花五半 这是个禁忌 一般在坊间流传的只有铁板神术的书 但是具体怎么操作 其实是不为人知的 因为运算的口诀 往往是师徒 口耳相传 不记文字 这样就避免了外泄的问题 传说就有三位紫微斗术的高手 曾经费尽心思地去摸索铁板神术 结果第一位搞了两三年就放弃了 而第二位只摸到了一点边 最后被神术里面的魔术困扰 最后信上帝去了 第三位研究了十几年 终于发现了一些窍门 但是还是认为这其中暗藏鬼神的道理 这足以说明铁板神术是非常的神秘和独特 一般人是不可能无师自通的 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厉害又神秘呢 他里头究竟隐藏了多少秘密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铁板神术 我们前面说到铁板神术的命相师 有所谓只能五个人懂得禁忌 而近代其中的一个铁板神术的传人 目前就定居在香港 因为他为人比较低调 不喜欢人们提他的名字 所以我们这里就称他为帝大师吧 虽然说帝大师低调 可是因为他算命太准了 所以有很多名人都排着队 等着他给算命 而其中一个就是已故的作家倪匡 众所周知 倪匡对于神秘的事物都特别的感兴趣 有些事情虽然看起来解释不了 但是倪匡认为 每件事情都有他背后的原理存在 当年倪匡48岁 住得离帝大师家处不远 因为倪匡认识不少影视界的朋友 所以每到三更半夜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影视界的朋友 来到他家里做客 当倪匡看到他这些朋友 来到他家里时 脸色发青 嘴唇发白 他就知道他们刚刚去大师那里算命回来了 至于为什么脸色不好 是因为大师总能算出一些私密的事情 是别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的事 渐渐的 铁板神术的精准度就引起了倪匡的好奇心 他决定要亲自去算一次 验证验证 就这样 倪匡抱着探索的精神 并准备了一台小型的录音机 记录了他整个算命的过程 当时倪匡和帝大师之间就隔着一张大书桌 两个人面对面而坐 桌上摆了12本叫做《绍康杰黄极京士书》的命书 帝大师在推算的同时呢 倪匡也不闲着 他随手就拿起其中的一本命书翻看 里面都是一些长短不同的语句 每个语句的上面都有一个数字 记录着第几本书 第几条文句 人的命运一条一条的都在书中 书中的12本书把人的命运都算尽了 书中的句子和其他的算命方法说的话非常的不同 一般的江湖术士都会说一些比较莫能两可的话 但是铁板神术呢 却是斩钉截铁的 就连数字说的都非常的清楚 就好像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非常肯定这就是对的一样 倪匡全程是直冒冷汗啊 因为他生怕听到自己会遭遇什么厄运 不过为了给大众作为实力参考 他还是把当天的推算结果给分享出来了 他还对每一条的文句做了批注 首先大师把倪匡的家人都准确的讲了一遍 包括父母健在 兄弟有五个人 他排行第三 另外上有一个姐姐 下有一个妹妹 父亲属鸡 母亲叔叔等等 全家的生肖都算得出来 而且是百分百正确 然后是姻缘 文句分别说 念五岁 洞房花竹之年 妻小三岁 姻缘定数 内住贤良 无后顾之忧 千里迢迢 结婚姻命该如此 这些泥匡都证实是真的 因为他就是25岁结婚的 妻子小他三岁 非常的贤良 而且他们从远方来到香港不久后就结婚了 说到孩子 命书里写着 独子担父胜过三怀五贵 同属龙之子大贵松不得 三怀是三公的代称 也就是大官的意思 同属龙之子呢 就是说这个男孩属龙 大贵就不用解释了 但是松不得是什么意思呢 大师解释了说 就是要管教的严一些 而现实中呢 泥匡的独子泥镇确实是属龙 但是当年啊 泥匡算命时是48岁 而泥镇才19岁 每个月还要向泥匡要钱呢 所以呢 大贵不大贵还要等待以后才可以证实 可是多年以后 泥镇自己创办杂志社 加上了泥匡试试后 给他留下的遗产和版权的收入 据传 泥镇有十亿身家 称得上是豪门了 只是泥镇啊 一直以来都被丑闻缠身 似乎验证了松不得这句 不只是能够算准家人的事情 铁板神术厉害的地方啊 就是连朋友都算得出来 泥匡的命书中有一句 一字既之约查 气如金兰 这句话很容易理解 就是说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 是姓查的 而泥匡呢 和大名鼎鼎的金庸 感情非常的要好 金庸的本名就叫 查良庸 关于泥匡的命运 命书中提到了 一乡当勉励 故国莫劳心 大家知道啊 泥匡在上海出生 22岁那年呢 逃到香港 他说 在故国那段时期 不堪回首 要劳心也劳心不上 还是在一乡努力为好 所以这一句啊 对他来说也是非常的准确 在算命的过程中 命书中还有一句话 让泥匡感到非常的神奇 那就是 一字既之曰烟 当指则指 脱不得 帝大师说 这句话是指 他吸烟应该要戒了 不能再拖下去了 还有一句 切断渡门 浸黄汤 就是说要嗜酒成性的泥匡 戒酒 泥匡当时确实抽烟抽得很凶 也觉得自己非常的缠酒 但是奇怪的是 这些天书是北宋时期的作品 当时并没有吸烟这种习惯 铁板神术是怎么会知道的呢 可是命书就是这么写的 这点也让泥匡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 其实 帝大师除了给泥匡算过命 还曾经给香港的著名漫画家马荣成算命 马荣成有很多的代表作 像是《风云》这部 受欢迎的程度就不用多说了 更是多次的被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 游戏等等 可是在他出名之前 马荣成也经历过一段落魄的时期 1989年 马荣成寄身在黄玉郎的公司 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才华 整个心情是苦闷至极 他甚至还一度被仇家追杀 因为受伤而导致一段时间不能够画漫画 后来他找到帝大师算命 得出的结果是 金林启示池中物 一遇风云变化龙 之后他离开了黄玉郎公司 在一家漫画杂志上连载漫画风云 结果这部漫画让他一举成名 这时候他才明白 一遇风云变化龙的意思 真的是非常的奇妙 既然铁板神术的批命结果那么精准 那么这个只能五个人懂的算命方式 到底是隐藏了什么秘密呢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铁板神术的创始人 他就是邵康杰 也叫做邵雍 是北宋时期的人物 现代广泛流传的梅花艺术 还有预言中国历史演变的梅花师 都是他的著作 邵康杰从小就很好学 他的一生从不做和学问不相干的事情 而且和他来往密切的都是当代的大儒 虽然他生活非常的简朴 但是很多朝廷大官都非常敬重他 附近的人都叫他安乐先生 根据历史记载 邵康杰的师父是李之财 而李之财师成陈团 而陈团就是道家中被视为神仙 换句话说 他的师爷就是神仙 所以铁板神术的出现 也就被世人认为是源自于神仙的智慧 而他的著作《黄极经世诸》 是组成铁板神术的部分 据说是可以和周易媲美的作品 所以铁板神术的全名 其实是叫做黄极经世铁板神术 所以又叫做黄极神术 我们知道宇宙的起始是无极 是一个阴阳未分 混沌未开的先始状态 之后就引申到太极的概念 然后就是《易经》里所说的 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两仪既阴阳 四象又生八卦 再演变为万物 生生不息 变化无穷 而黄极呢 其实就是从太极中延伸出来的 所谓无极而太极 太极而黄极 所以黄极就是比喻事物再发展下去的状态 然后由这个观察宇宙变化 发展为推算命运轨迹的方法 称之为铁板神术 要知道 不同的命理学门派 会有不同的推算方法 而一般的占卜星象 是以问金者的出生时辰为基础 来推算一个人的一生命运的 汉朝学者王冲认为 一个人的一生 早在父母交合 卵子受精时就决定了 但是人的技术没有办法准确的判断这个时间点 因此人脱离母体的时刻 也就是出生的时刻 就被用来作为参考的定点 衍生成了现在所用的生辰八字 中国古人向来把人当作是宇宙具体而微的缩影 因此有人身一小天地 人与四十何续等说法 既然自然界的万物都依照四季节气 也就是时金和阴阳五行的运作 因此古人认为 如果能够找到这些因素对一个人的影响 就同样可以预知这个人的一生的兴衰荣枯的历程 通过推算一个人的出生时间 加上天干地支 阴阳 五行 四十五方等等 他的命运基本上就可以被推算出来了 但是为什么说铁板神术特别准确呢 原因也很简单 一般的算命方法会以人的出生时辰为基础 一个时辰就是两个小时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有两个人同年同月同日出生 以身时为例的话 也就是下午三点到五点 如果一个人是在三点出生 另一个人是四点五十分出生 两个人出生的时间相差差不多两个小时 可是他们出生的时辰却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有另一个人是两点五十九分出生 和三点出生的人只相差一分钟 可是两个人的时辰却不一样 这就造成了精准度不够 而铁板神术精准的地方就在于 算命前必须先考核 应算者的出生年月日时刻和分 因为两个人即便是同一个时辰出生的 但是不同的刻分出生都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命运 铁板神术算命要把每个时辰分为八课 每课又分为十五分 这就是考试考课 但这又是最容易让人误解的 因为这个课并不是我们看到的时钟上的课分 它用的是挂器 所以即使把出生时辰精确到秒 也可能是错的 这是因为一年中每一天的气都在变化 用易经中的专业术语来解释 气指的是阴和阳 这个阴阳转换的过程就是气变化的过程 而谣是源自于挂的 因此把一年中每一天阴阳转换的规律和法则统称起来 就是古人所说的挂器 所以铁板神术的算命师傅 必须确保应算者的生日课分正确无误 才可以接着根据命书推算 十二本书一共有一万两千句话 这些称言诗句看似优美 但是却精简地说出了各种命理玄机 这些语句还能够上下互相组合 变成新的语句 那么根据排列组合的公式来计算的话 能够组合成的语句就多得难以计算了 十二本命书里的内容也就涵盖了人类所有的命运在里面 不过根据泥匡算命后的经验 铁板神术在推算过去的事情 可以说是百分百准确 而推算未来的事情准确度 却只有三成到五成 蒂大师也曾经提到 将来的命运会取决于当事人的决定 比如会不会从善如流和屈极避凶 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 铁板神术只不过是江湖术士行骗的招数 曾经就有这么一则新闻说 有人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铁板神术的广告 而去算了一次 结果被骗了三百美金 原来是不孝的江湖术士 在电话预约的时候 先调查了客人的一般资料 然后再装模作样的拨弄算盘 真是无语啊 每个行业都有骗子 利用铁板神术行骗的也有 只要能够弄到钱 骗子就无所不在 但是也不能因此说铁板神术就是骗术 就像市集中有一个肉贩子挂羊头卖狗肉 也不能一概而论的说 每一个肉贩子都是这么做的 当然铁板神术既然是口耳相传的 真正懂的人很少 那么遇上的就有很大概率是学术不经的那个了 大家觉得呢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频道的就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话说天机不可泄露 但是如果给你一次机会 看看自己的命数 知道自己的命运 你会想看吗 还是说你宁可什么都不知道 保持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